新北地坚署起訴林秉書 结果高嘉宇委员他就请假 他就跟电视台请假说他不来了 为什么呢 叫避风头 那今天也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前辈 这个善厚之 厚之兄 我去年跟他在东森 在谈赵少康参选党主席 跟选总统 那是去年二月的事情 那当时在友台跟他有一番的这个 不同的意见的看法 厚之兄他认为赵康不会选啊 怎么可能会选 那我那时候认为赵康 随便选都上 怎么可能 那显然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善厚之的这个 他对了 我错了 所以我去年在东森就跟他这个自欠 自意 那刚刚在梯台遇到他快一年了 遇到他 这个 一看新闻是这样 就是说 我也是带着情绪 带着我 对赵少康的这个 好恶 去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出来 他愿意回国民党 而且是韩国瑜支持他选党主席 这个赵韩联手 哇这这还得了 那没想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啊 这个联手啊 封杀了赵少康 不准你选 选什么选啊 这个实在是 当然我必须说这个 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我今天遇到厚之兄 我也是这个 非常感谢 人家也不知道 你讲错了 把你穷罪 风度也很好 这样的这个感谢 是用这个例子证明说 这个听众朋友 这个我 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那我讲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你要自己去判断 那昨天节目结束之后 我去吃了一个 很好吃的牛肉糖角 贴上我们的这个 脸书的粉砖 我的脸书粉砖贴 那个牛肉糖角 真的是好吃 那虽然有这个 美食的安慰 其实昨天 后来到这个 又正的节目去录影 心情是不好的 也要感谢郭哥 这个郭子前郭哥 他们昨天吃尾牙 就是乡民大会吃尾牙 那郭子前郭哥 他也很客气的 邀请 那是因为我要去录 这个又正的节目 就没有 晚谢 那这个克莱尔 也非常的客气 他准备了那个过年的小礼物 不是朱学恒的蛋糕啦 朱学恒的蛋糕我就不要了 那是克莱尔送的 这个过年的小礼物 非常的贴心 我们每个来宾都有耶 连亿元智都有 你看 准备了开玩笑 跟元智兄的这好朋友 再送给伟翰啊 这个 小弟我 谢谢 当然像郭哥 这个郭子前他们的尾牙 有邀请我没去 当然拼竞技重要 所以要半年 他们拼这些很快 拼竞技比较重要 那我们电台也有尾牙 我们电台尾牙也这个 阿智你有抽到奖吗 好像有 赶快捐出来 我们电台尾牙也有尾 但是我也没有去 这个 好 所以我刚讲嘛 就虽然去吃了牛肉汤饺 可是心情不是很好 心情不好的原因呢 这个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新店的这个 刘会长的这个call in 那我就觉得 我会觉得有点遗憾 就说 当然我跟新店刘会长是 多年了 他听我们节目很多年 天后面你看他昨天call in 他讲说 什么蔡总统五年过淘宝 这个证明什么 证明 昨天之前 新店的刘会长 他还是有在捧场的 他还是有在监听我的节目 不然他怎么知道 我call in的题目是什么 对不对 他都知道我们在谈这个 蔡总统执政五年 你过淘宝 他都知道 但因为我跟刘会长 这个 甚至我见过他本人 他到我们电台来领奖 我记得他当时开的是 WISH 这个Toyota的WISH 那就停在我们电台头上 我们一起坐电梯下去 那很多年前的事情 就是说刘会长他不是坏人 心直口快 我也是心直口快 有时候赏能比较大什么的 这个我也是 但是这个我昨天批评 这个刘会长没有同理心 其实我也没有同理心 这一点我特别的抱歉 我也希望说如果有台湾大车队的听友 就是说你是小黄大哥 然后你是台湾大车队 这个如果你也认识这个新店的刘会长的话 这个如果可以帮我转达我的歉意 那特别的感谢 当然我就说昨天的call in不算了 因为什么都没讲到就怪他 这个还是欢迎刘会长继续的捧场 甚至call in来指教 好都非常欢迎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不再去谈这个阿辉泰国的事情 那我昨天我自己又谈起这点 我也很抱歉 我对阿辉泰国很抱歉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也有 也有认识阿辉泰国的朋友 可以转达我的牵引 那当然是更好 就说我自己对一些 譬如说新闻 对一些社会事件 对一些政治人物 不管蓝的绿的 摆得是像拜登啊 川普啊习近平等等 我有很多意见 我有很多看法 对蒋万安啊 对韓国瑜等等 那有些听众朋友 他是对我有意见 从以前到现在 他不是 他的重点没有放在 蓝绿白的政治人物 那重点放在我 就是像之前也有几位朋友 这个我也不再点名了 我本来约几位这个 到货恩看社会 这个我都很抱歉 因为说 简单讲就是说 我希望不要造成大家的误会或是心结 像这个 跟阿辉泰国从2020那个选战 曾经是战友 也许大家的交情跟友情 回不到2020那时候 因为人是会变化的嘛 关系是会变化的 交情啊什么时候变化 也许回不到那个时候 但是至少不要变成是 这个敌人嘛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深仇答案 或说真的什么 什么划不开的误会或什么的 但因为这个其实 非常的不公平 因为麦克风是在我这边啊 好那我们讲的这个媒体接近使用权 那是我是完全的 是完全的不平衡 所以我刚才讲说 那个同理心的部分 我自己应该多多一点 这是相对于之前韩国语讲的 那个爱与包容 对听众朋友的这个意见跟批评 其实很多啦 这个这个从2006年到现在 这十几年也也也也从来没少过 那当然就是我自己的这个 其实我昨天应该让刘会长讲完了 那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那其实他以前他都是这样子 他咬来他就要用量的啊 当然也可能看他讲话 或是他的习惯或什么的 那我其实我的处理不好 是我应该让他把call in的题目讲完 然后他要回答的意见 那没有听讲讲 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 所以我昨天虽然去吃了这个牛肉汤饺 可是我总觉得有个缺憾 就是本来不应该有的误会 或是一个大家觉得很像不欢而散这样子 那你说下次什么时候再遇到 或是下次什么时候再call in 谁知道 搞不好大家就是以后这个 不再往来了 没有任何的交集或什么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除了新店刘会长跟这个 阿会泰国之外 我们一些朋友 像这个东可可已经消失很久了 从我希望韩国瑜选台北市场之后 他就不来了 什么原因不来 我也不知道 像这个吕艾比 他去这个 认为郭台铭啊 还有之前康景荣在谈这个 客屁什么 这个都没有关系啦 到刚刚我都还看到 有特定的媒体在帮郭台铭 这个宣传 他认为陈时中决定继续在买BNT疫苗 是因为郭台铭的 我看了都 所以我要特别跟大家讲 说因为我不知不觉的 有些听众朋友对我特别的宠爱 所以我到这个各台 或是各节目呢 都会有这个所谓的灰文君 在聊天室 甚至这个斗内 然后在聊天室帮我讲话 有人骂我 或是有什么批评 他们就会去 哎怎么这样这样 灰文怎样这样这样的 这些朋友的热情跟这个捧场 我非常的感谢 但是有时候就是这种东西 会让我自己昏了头 好像我有神功护体 然后这个 再怎么办 虽然我没有办法跟像 譬如说像这个蔡总统啊 或是韩国瑜那种比 我可能只有他们的万分之一 这么少 可是就是有一些少数的朋友会 力挺相挺 那其实这个很容易 很容易会让我变成大头症啊 反正我再怎么乱讲都有人听我 好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 是我不是说大家解散啊 我是说是我的问题啊 就说像我刚提到 我跟上后知去年在谈 也才去年啊 这一年前的事情而已啊 好在谈赵绍康这个参选事情 其实你看人家真正跑党政的 这个上后知它是真的 这个是底子很深厚的 这个平面媒体的党政记者 好 为什么特别强调平面媒体 因为电子媒体的党政记者 跑得比较浮面 那个是媒体特性的关系 你说电子媒体的社会记者 跑得过我吗 当然跑不过我 因为我是平面媒体的社会记者 电子媒体 你要跑什么 你根本什么都不用跑 你每天坐带着你就昏倒 这是媒体特性的问题啊 所以我说像后知兄他们 这个根扎的很深的 资深的这个平面媒体的党政记者 人家看事情的那个 这个众生跟角度 就是跟咱们不一样 这个行家一出手 辨知有没有 这个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感谢啦 感谢大家 这个所以我要把这东西 放在第一段谈 这个特别的 这样跟大家做说明 那另外呢 这个讲到这个蓝绿白红 这个当我自己的 最近特别是在中二选区的 这个选区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 我不是很 与其说我希望延宽肯当选 不如说我不希望林静怡当选 这句话我讲过 那其实这个话 我是讲得有点心虚 就是当也包括在友台 这个遇到跟延宽肯这个视讯连线的时候 我帮他加油啊或什么的 或者我在脸书写说希望他当选什么的 这个其实我自己 有一个砍过不去 不是说延宽肯现在输的我要去骂他或什么不是 也不是说针对延青标啦 什么郑南宫什么 我不是要谈这个 我谈的是我自己啊 就说我在看延宽肯这个事情 跟我在谈陈伯伟这个事情 我在谈延宽肯的违贱 跟谈之前苏家权的违贱 我不是要去谈蓝绿的这些政治 我说我那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的新闻事件 我在讲违贱的角度跟力道有公平吗 你看当年我们怎么去谈这个 苏家权的农事 我们今天call in一样是六点半 来我们先进广告 非得晚餐 我是陈慧文 那六点半再开始接call in 我们现在是六点二十二分 那当然就是从严宽肯的这个选举开始谈 我讲这个2011年 10年前 11年前 天啊 2011年 2011年 当时我谈了很多的违贱 因为那时候在涛哥的节目 就谈这个蔡英文的副总统搭档 苏家权 那苏家权在屏东盖了一个这个 那也不能讲农舍 盖了一个别墅 那根本就是别墅 那怎么是农舍呢 标准的一个别墅 那时候国民党的立委就去拍了一个空灶图 空灶图 那时候也没有空拍机 我就不知道空灶图怎么拍的 还真厉害 你又拍到这个在长治乡 屏东的长治乡 然后一个棋盘式的 就道路啊 农田啊 农村这样的 类似像棋盘这样的 有一间是苏家权的这个豪宅 这个别墅 然后一直谈一谈 我们谈了好几个月啊 没有再谈几个礼拜的 你嘛好了 那时候我们的这个谈法都几个月 像那个新生高弊案啊 那个宏宏宾要连任的时候 民党不说新生高有弊案 花博有弊案吗 我们谈空心菜谈了好几个月 不是蔡英文的空心菜是硬材 你吃的硬材 光是花博就谈好几个月 苏家权那个都不是几个礼拜的 其实现在政论节目的题目的 像王力宏那个也撑没多久啊 王力宏那个有撑一个月吗 撑两三个礼拜就不行 我们那时候就几个月在谈了 像宇昌案 扁案是要算年的啊 长江一号不知道有没有来 我们有个听众朋友长江一号 这个长期的这个同场 长江一号他就非常的关注这个扁案 扁案是算年的 那刚提到空灶土 我就讲到这个苏家权的这个别墅 大家开始骂 苏家权当过立委啊 当过内政部长啊 然后当时是蔡英文的副总统嘛 就批评 你怎样怎样 苏家权的太太 红横珠 怎样怎样 很多很多题材可以谈啊 但是我请问这个听众朋友 空灶图上面只有一栋别墅吗 不是啊 都是别墅 你知道吗 就是苏家权的前后左右东南西北 都是别墅 都是违建 全部都是违建 不是只有他违建 通通都是违建啊 那为什么只猜苏家权呢 我那时候有没有举手 有啊 就在涛歌节目 我说那吉他怎么没听 我讲啊 你可以去调2100当时的袋子 我说那这样对 那我不是就要去谈苏家权的这个 我说严宽恒也有违建啊 我在谈严宽恒的违建 我的 像我们节目我们就没谈嘛 在我们飞碟晚餐 我就没有再去谈严宽恒的招待所啦 什么什么公保地我都没有谈 所以问题在我 所以我刚才说我不是要去检讨颜宽恒啊 检讨颜宽恒干嘛 也不是要去讲这个苏家权 那个2011年 我都是检讨我自己 我有公平的去谈嘛 譬如说 当初大家讲 陈柏惟罢名案说那个赌博电丸 他说不是在那瞎掰什么 什么快打旋风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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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果星球什么 我都我都怀疑说 陈柏惟是不是赌博电丸店的员工啊 因为他知道怎么脱罪嘛 那个警察问你的时候 你知道开分开几分啊 几分以下是算什么的 很奇怪 所以我有合理的怀疑 你到底是一般的赌客还是 甚至你可能是员工 我提出我合理的怀疑 那陈柏惟当然前言不对后语嘛 就除了他的肇事逃逸的那个丑闻之外 诶 到底你跟电动警案 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个是在高雄的凤山 规模最大的这个赌博电丸 在许志杰的这个选区 那前几天还有一个那个 高雄警察弊案的判决 应该是根审的判决吧 还是最高的判决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的检调办赌博电丸 只办高雄县 只有高雄县的警察在贪污 那高雄市的警察都没贪污 只有高雄县有赌博电丸 高雄市都没贪污 你觉得合理吗 好我也不要岔题了 我回到讲这个赌博电丸 好陈柏惟他去打赌博电丸 或是他可能我怀疑他可能是赌博电丸店的员工 严不严重 我认为就一个立委而言 你说那时候我不是立委啊 我是这个少年人啊 漂配什么 赌博电丸店我当然去过 以前在台大的公馆 那个有一家很有名叫火狐狸啊 他没有什么招牌 那我们去的都在那间叫火狐狸啊 那时候全台北市啊 大街小像台大师大 郑大是没有啦 郑大这个一穷二百 像师大 师大夜市有几家赌博电丸店 你现在看 师大夜市农泉街那边 那整百的啊 所以我讲说 那你是赌博电丸店的赌客 或者你是赌博电丸店员工 这个比较严重 还是说 你是赌博电丸店老板 哪一个比较严重 孰亲孰众 所以我刚在前置节目 前置他就听懂我的意思 我说 你云林的张家 监委要去查你啦 或者言宽说 这个各种的 那你自己进得起检验嘛 你监委要来查我 你查啊 我怕你查啊 陈辉文你有没有违贱 我名下没房子没土地 我只不纳来的违贱啊 你去查啊 你有没有逃漏税 来啊你去查啊 我的公司叫做陈辉文工作室 你去查啊 我都敢 敢把公司行号报给你了 我就怕你 你去查我们逃漏税 你检局啊 我都觉得我脚太多了 你满好了 你去检局啊 我怕你 那科医症啊 那个导演啊 柯宇伦的爸爸 哎哎哎要查我的税 你为什么怕查税啊 柯宇正你为什么怕查税呢 你是不是逃漏税 那你为什么怕查呢 我根本不怕查 你去查啊 你查会发现陈辉文工作室的 那个很无聊 因为我报的都是通告费 我没有别的业务啊 我立马好了 你去查啊 你为什么怕人家查你的税 柯宇正你在怕什么 你开公司是怎样 来查啊 我合法缴税 我光明正大的营业 我怕你查啊 你在怕什么 所以我不要去讲柯宇正和柯宇伦啊 这两个就叉叉我就不谈了 你说国民党的这些 因为我要讲就是国民党 他从这个李登辉连马英九 到之后来这个吴敦义 韩国瑜崛起到现在是朱立伦当道 其实国民党他一直在变啊 国民党的变化 其实也非常的这个 他只要改朝换代 他换了总统换了党主席 或是当初韩国瑜的那个韩流 其实国民党是在变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国民党啊 他的变化非常的快 不是说 我像我昨天跟这个谢龙介 在佑正的节目连线 我就跟龙介兄说 我没有欠你了 龙介兄说 要自己讲完安 为什么 我没有欠讲完安 我为什么一定要偷讲完安 所以讲实在话 我也不是党员 来来来 我们来开发我们的空音电话 0223-63-995 控制2363 995 欢迎你现在打电话进来 0223-63-995 那我认为 这个不改革不监讨的国民党 以后就不投了 我个人不投 我也不会呼吁 大家都不要去投 只要支持陈惠文的 惠文君 大家都不会那么无聊 我也不会像当年的金小刀 或是郑春奇 他们发起的这个什么废票运动 我也没那个能量 我也没那个气 就是说你国民党你要这样子 我是不会再投国民党的 好那你眼睁睁看民进党 那是另外一回事 2024怎么样 2028怎么样 那个我讲实话 你说这样 飞投国民党 我没有欠国民党 现在这个状况的国民党 是不值得支持的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刚讲说这个 李登辉连赞马英九 吴敦义 韩国瑜跟朱立伦 这几位 国民党这些大头 选过总统的这些党主席 什么的 李登辉连赞马英九 吴敦义 韩国瑜 朱立伦 我认为 我支持得下去的是 马跟韩 马跟韩 我跟讲 2007年 马英九被起诉当天 他那时候是党主席 他被起诉 特别费 贪污罪起诉 那时候不是特征组 那时候叫查黑中心 很久以前 2007年 那时候还没有特征组 马英九被起诉 然后呢 他的记者会是6点开的 晚上6点开记者会 他开记者会两个 第一个 他持党主席 我贪污罪被起诉 我持党主席 没话讲 持党主席 第二个 我当场宣布参选总统 你看那个节奏感 那一定是金小道教他的 你看那个tempo 我持党主席 我当场宣布我选总统 那个时候 那个coin的朋友 我们再稍等一下 那个时候 当我们都现场直播 我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看马英九宣布当允许总统 我真的 就差眼泪没掉下来 我是情绪眼睛 我觉得 丹水比暖到这个天堂 马英九被弄特别费 马英九被起诉 当场宣布我持党主席 我直接选总统 管你3721的 我说马跟韩是我支持的下去了 韩国瑜我就不讲了 我们要再接call in 那其他的你说现在这个国民党 我们不要了 很抱歉 很难的朋友 我很抱歉 国民党像龙介兄 我拍谁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您住哪个贵姓你好 我住新北 等我一下关一下广播 你好 谢谢 新北板桥 宇先生 宇先生来 请讲来 现在就是 其实我觉得辉文大哥讲的很对 因为其实 就是听蛮多年的 可是永远都call in不进来 宇先生 辉文大哥讲的蛮对的 听了蛮多年都call in不进来 你现在是来聊天的就对了 没有啦 来 你知道我在谈什么 我知道 可是帮我再讲一下题目有点太紧张了 第一次call in进来 不要不要 你都没有准备好 你就不要打了 不是啊 我有想好 但是突然之间有点 刚打进来有点空白这样子 空白那我先唱个歌你想一下好了 不要这样子啊 往事不要再提 一人神一多 你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 你在紧张什么啦 顶多被我骂而已啊 什么 什么紧张的 第一次call in 真的有点紧张 所以你第一次的call in 是打来飞铁电台 打来飞铁晚餐 就是这个就非常捧场了 对对对 但是你都有听 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了 有有有 我刚刚就是在讲那个农舍那些 都有听到 只是现在突然很紧张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 农舍我们前几天也没在谈 我是说我们call in的题目 你已经忘了就对了 对 就是有点 有点太紧张 那这个题目 你有准备要讲什么故事 或是你的心得吗 有有有有心得 有心得 你讲我马上一定可以回答 真的吗 是是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以前我们现场直播没有套招 我一讲题目你就有答案了 马上有答案 没问题 来蔡总统执政五年 你过得好不好 当然不好 你的故事 来来来 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说 因为我原本是做电子业 其实我也是 就是靠大陆那边的薪水 那因为我当然有故事 被你就爸爸中风 我必须要辞掉这个工作 但是因为出差就变得很不方便 然后对大陆很不友善 我老板要来视察也是很不方便 那我觉得经济这个东西 自由经济应该是大家互相 去做这个交流 应该是市场导向 而不是说政治导向 说大陆不好 台湾人不好 其实没有嘛 人民币或是新台币 对我们而言 都是钱 所以说这个政治取向 这种东西 我是蛮不同意的 你刚刚讲的出差不方便是因为疫情吧 疫情也是一个 但是就是 我是所谓他们出差不方便 大陆那边出差 过来不方便 我们过去当然非常方便 为什么他们来会不方便 我太懂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审查机制 不是 是他们的人要来我们这里呢 对他们过来要去 要提前啊 要一个礼拜啊 要什么他们不能说马上过来 我想过来我不能马上过来 所以他们 余先生这个我也不太懂 所以像他们是商务的这种的 不是路客这种的 他们要来要先申请就对了 是要先申请 要7天之前就要申请 不然很容易就被审查 就是否决掉 那我问你那路客要申请吗 路客也是提前申请啊 像之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路客 除了台湾这边政策开放之外 他们那时候马英九那个时期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这么多人 因为政府有补助嘛 有补助过来的话 他们花钱就便宜 便宜当然来啊 如果送你一个 过去补助你10万你也非啊 对不对 你去不用钱 那个是当初他们那个啦 就是刚开放路客那个 余先生问你 那譬如说像我在台湾 我在台北 我要去北京 我要先申请吗 我们要去啊 当然不用啊 我们就是台胞 我们台胞认卡是随时可以去啊 对对 为什么他们来要申请 我们去不用申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怕死啊 我们生怕我们被 被那个赤化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就讲说 我们会被赤化吗 所以被赤化 没有人被赤化 所以我们要去 像你要去出差 或是我要去北京吃烤鸭 就是说走就走就对 说走就走 其实很简单 其实大陆人不喜欢出差 因为他们去哪里都要申请 大家都怕他们 可是我们去哪里都不用申请 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那你刚讲说 你们的合作伙伴 他们大陆人要来这边 会被刁难吗 还是怎样 那当然刁难啊 他们自己的审查 这是一个 然后主要是台湾的审查 因为其实他们要去哪里 我们 我是我们党的凶 各个国家党的凶 但是其实 其实他们的政府根本不挡 因为反正我人 说真的 十几亿人口 十个十个十个 十个一百个 其实对他们也没有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讲这个不好啦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的人也是自由开放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不是说 就是他们的人口 他们的自由流动 他们是很OK的 我刚要问你说 蔡政府跟马政府 对于大陆的商务人士的申请 你的意思说有不一样就对 完全不一样 蔡政府比较严就对了 蔡政府当然严 连我的朋友 陆生要过来也是经过审查 你说大陆的来念书的 来念 因为我原本是世新的 我也是念传播系的 你怎么没有好好选 念传播干嘛 也不是这么说啦 因为其实我们在念这个 你要学那个 那个传播你知道 懂新闻 你要看得懂新闻 你才不会被骗嘛 你不会被骗 你自然你投票 你就可以投的政权 你不会被这些 你不会被这些媒体 因为媒体都是被控制的 雨昕我们是差题乱讲 所以你说你们现在 因为蔡政府执政之后 大陆的合作伙伴 他们来不方便 那你们的生意往来 有受到影响吗 我们的生意往来 其实就是老板 来的很不方便啊 我们就等于一个礼拜前 我们就知道老板要来 他不能突袭检查嘛 对我们而言 员工而言 当然是很开心 知道老板要来的 反正我离职了 所以我可以老实讲 没关系 所以你的 那你是台 你算台干嘛 所以是大陆 你们的公司老板是大陆人 是入职就对了 纯入职 纯入职 100%入职 但是他的公司工厂 设在台湾 不是我们就是一个办公处而已 我们他就是利用我们台湾的人脉 去跑这个华硕 这个河硕 接大纳 这些 是是是 因为主要采购还是在台湾 这个工厂的什么 产业店什么都在大陆 是我们整个工厂 像我们来讲就是 在广州 深圳这边 然后还有昆山上海这边 还有重庆 这么多啊 是是是 就是3000多人左右 可是大部分应该是大陆的员工吧 当然 骨干还是他们 就像比如说总经理辈分的都是他们 我们这边顶多就是副总 好 宇仙谢谢你 我时间关系 谢谢你打电话来分享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但是不要再紧张了 没什么好紧张的 后面讲的很好 谢谢你 谢谢余先生 这是隔行如隔山 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路客也要 那很奇怪 那我们去不用申请 那他们来为什么 好 谢谢余先生 谢谢他捧场来 我们先进广告来 第二点晚餐 我是陈慧文 所以听众美 你看像刚刚跟这个 新北的余先生 好 这个与君一席话 盛读十年书啊 好 那不是民嘴 每天说 他讲的我都不知道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好 就是这你们在那个行业 这个三百六十五行 好 每个行业遇到的特殊的状况 那去比较马总统跟蔡总统 这不同的总统 不同的政党执政 好 他的整个这个 政策上 两岸关系啦 国际关系各种的 好 然后对你的产业 对你的工作 我要听的就是这一种的 好 所以我也很欢迎 这个 可能要到农历 农历年后了 好 就说 更多的听众朋友 像我们明天 我们后天要抽奖嘛 好 这个礼拜五嘛 要抽奖 明天能够接的 我看时间也相对是 这个有限 然后 这个 各个听众朋友 不同的 这个 专家 这个专业的领域 好 来分享 那到底怎么样 不可能 不可能每个都好 不可能像那些鼓神讲的 每个在股市都赚了 这个 UCC 那是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 每个人都很惨 不可能 这个抗中宝台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 一个意识形态 它也是有它的市场 好 那个 谢谢大家 我们就这个 线上朋友 我们没有要再接口音 你摸个卡 不好意思有点卡住 这个我们扣音是第二段 这个时候这个开放 好 所以我前面讲的 我再做个补充 请大家谅解 就是说 我个人啊 好 我个人对这样的国民党 他不改革 不检讨 我是 放弃了 放弃了 就我 就变成是他一个这么大 最大的在野党 百年的老政党 好 但是在朱立伦的领导之下 他认为 这个方向是对的 那我就 我就不用再去 躺避党局了 好 也不必再去狗飞火车了 国民党的这些人 甚至包括赵少康 赵少康也没有叫朱立伦下台啊 许淑华 南投的许淑华 台北的许晓鑫 他们认为 在这个中俄的补选 跟万华的罢免 双输之后 认为应该朱立伦继续领导国民党 他们都这样讲啊 赵少康 许淑华 许晓鑫都这样讲 那我要讲什么 这我根本不是党员啊 我不是党员呢 那国民党决定 让他们决定 去重用王金平 重用傅昆琦跟他太太 这个就是国民党中常会啊 我解释一下 可能大家不是讲 就国民党的这个内规 国民党的这个规定 是可以调整的 像陈水扁 吴一农啊 吴一农可能大家是比较那个 头人啊 叫做王孝伟 王孝伟是很讨厌高家瑜 你高家瑜拿太多票 王孝伟就落选了 他是落选头很恨 很气高家瑜 何志伟的妈妈跟王孝伟 要拼台北市长部主委 然后薛林就是何志伟的妈妈嘛 他说王孝伟会选 王孝伟说薛林买票 一个说会选一个说买票 现在到底是怎样 然后蔡主席出来 那你们的两个都不要选了啦 你嘛好了 吵成这样子 所以薛林跟王孝伟都不选了 那蔡主席 蔡英文说 吴一农不错 他爸爸是这个吴乃德 吴乃德的这个弟弟 那我们来栽培一下 让他当台北市长部主委 资格不服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啦 民进党中常会 吴义农就可以选了 就这样 我就不要讲 当初陈水扁要选总统 党主席林毅雄是怎么 帮他这个 量身定做的方法 本来陈水扁不能选啊 林毅雄独排综艺 不准 替陈水扁扫除障碍 所以陈水扁可以选 然后他还真的赢了 就因为连送的分裂 就送这个 信票案等等 这个陈水扁就赢了 当年是这样 那我讲国民党就说 我要让大家了解 国民党呢 他们对这个傅昆琦的太太 非常的爱护 本来考计会要把他停权 不行 国民党中常委拍桌 痛骂考计会什么三字经五字经 把考计会骂得狗血淋头啊 这样的中常会解散好了 这个党没有必要什么 就全力去呼唤徐政卫 傅昆琦的太太 想办法要把他的党籍给保住啊 中常委一大堆是挺傅昆琦的 赵超康他选党主席 诶 那可不可以比赛陈水扁比赛吴亦农 那你国民党也把 也把内归瞧一下 让赵超康 你让他选他也不见得上啊 你就让他选嘛 他搞不好跟江启臣朱立伦 还有那个谁 张亚中 呃 还有一个谁啊 就 你们一起去选 又不是说赵超康参选 他一定当选不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卓伯源啊 卓伯源 那你们去选啊 搞不好赵超康输也不一定啊 不要不行 赵超康不准选 但是 傅昆琦的太太的党权 我们中常会要帮他距离力争啊 其实也没什么理啊 这样的国民党我是觉得 没有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 这是什么党啊 傅昆琦跟他太太做的事情 我就不谈啊 我要谈一下题目 我觉得这关国民动 还有包括王津平 昨天你跟龙介兄 在佑正的节目 提到王津不谈啊 王津平我说很久了 我说很多 我没有了 好 所以这个请大家谈解 你是国民党的 昆琦兄我不看了 我不听了 我以后这个人 你又不投国民党 什么的 那 我们互相尊重 我们就互相尊重 你国民党不改革 不检讨 你还是要支持国民党 你有尊重啊 你去投国民党 我没有要你不要去投啊 我没有要帮国民党拉票 我也没有要帮国民党 检票 好不好 我只是告诉大家 那民进党怎么办 民党也很烂啊 民众党也很烂啊 你要教怎么办 好不好 好 那个 这个因为明天就非常的敏感 明天啊 这个1月27号是礼拜四 好 那我们固定每个礼拜四 都有行政院的院会 那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 何时的闯关 这个是大家密切的这个关注 好 因为这个不用送立保院啊 这个行政命令 这个处理就可以 我那天有问过郑立文政委员 那主管机关是卫福部 卫福部行政命令一出 然后春节9天的假期 这是不是算蔡政府的神机妙算 那因为9天的连续假期啊 蓝绿的抗争啊 会不会延到年后再延 好 因为假设你明天行政院院会宣布 或者1月28号 礼拜五再来这个 这个处理 等到立法院临时会 立法院临时会应该是礼拜五 1月28号结束嘛 然后等到立法院 欸 散会了 然后我就公布 这个行政命令 也是有可能 但是你最后这个行政命令 你还是送立法院备查 程序上是这样 那你送立法院备查 就已经是2月开议之后 就农历春节之后了嘛 好 是不是变成是年后再战 好年后再延 好 那 这都其实都是 他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抗争了 所以我对这个国民党我是 很多的批评 我也没有什么 这个的 我也不想 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看 35个立委的在野党 好 好 那在立法院的监督之人 就换掉一个华市总经理 好 不是国民党 也就是说真正把华市总经理 換掉的 其实也不是在野党 是柯建民不爽 所以他就下来了 真正人情不是国民党的 可是你看那些什么没改学者 什么媒体的那些 好 再骂就把国民党拖出来骂一顿 怎么这样子干预公电视 我跟他解释一下 就是说什么叫公共电视 好那天跟前子也在讨论这个 什么叫公共电视 公共的意思是什么 好像日本的NHK 或者英国的BBC 为什么要公共电视 其实照我来看 以现在这个媒体的环境 公共电视其实可以废 好我很抱歉 有些朋友也在公共电视工作 什么的 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媒体接近使用权 以前 其实大众环博史非常的短 不管是电视 广播 网络 就是非常的短 他的发展是非常的快 变化非常的迅速 以前一开始的媒体 他是 这个 国家在控制的 美国都是一样 包括广播 好 所以以前为什么很多地下电台 就是这样子 用火腿竹啊 用那个发射器什么的 那特别是电视 以前像我们台湾只有台式中式华式 只有三个电视台 上个电台都是控制的 台湾省政府控制台式嘛 国民党控制中式嘛 国防部控制华式 他是控制住的 所以 你是 你是没有办法 在党旁边 所以你看前阵 但是他们也在讨论像这个 东欧有些国家 像土耳其 土耳其 这也是非常离谱 我在这边批评土耳其 应该是不会被抓 在土耳其 批评总统是有罪的 土耳其 批评总统是有罪的 土耳其是什么国家 那东欧有些国家 也是做这种媒体的这种压迫 那公共电视 其实他是不应该 不应该去做什么戏剧啊 做什么音乐什么的 公共电视 他要去照顾的是媒体的弱势啊 我付不起一个月500块的Cable 甚至我家可能没有电视 那你公共财媒体是个公共财的概念 那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我快转因为时间差不多 那我说为什么可以飞 因为现在绝大部分人都有手机 绝大部分 不是每个人都有手机 网路的时代来了 你根本不用靠电视啊 公共电视的公共性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重要了 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啊 以前没有网路啊 以前没有YouTube 你要看什么 你只能看电视啊 你只能听广播啊 那你媒体生态变了 你就搞公共电视干什么 公共电视应该废了 那是没办法 蔡总统就还弄什么圆明台 还盖大楼 我们之前跟大家这个讲过 所以这个其实 等到农历春节之后 我们再找时间再跟他谈了 我们看这个陈时中啊 要谈一下这个BNT的疫苗 那陈时中在立法院 今天在指挥中心记者会 都被问到这个BNT疫苗 他说要去恰购德国原厂 一千万计的BNT啊 那我也不要再去批评那些国民党的立委 我也不要再去批评那些媒体记者啊 那请问你我们 为什么可以去跟德国原厂买 BNT 那我们去年一千五百万计的BNT是怎么买来的 我们不就是透过 香港复兴 上海复兴 买到的BNT吗 那为什么陈时中说他现在去跟德国原厂买呢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都不晓得这些国民党立委跟那些媒体记者 你们都忘了喔 可以跳过上海复兴 也可以跳过香港复兴 高宏安的合约还没拿给我看啊 你不是说他签Republic of China吗 你拿出来我看一下啊 我请鸡牌啊 我们跟香港复兴 买一千五百万计的BNT 我们合约签Republic of China 我带大家乒乓一下 你公布啊 你现在说我们跟德国原厂是真的吗 陈时中讲的话是真的吗 陈时中跟蔡总统是不是一路在讲说 我们疫苗的采购从2020年以来 有人希望台湾不要太高兴 间接的影射 在各个节目各个记者会一再影射 说是大陆主导我们拿疫苗啊 你看看美国的那些XX媒体 纽约时报CNN 华盛流报 都是主流媒体都是XX 美国的Senator 参议员啊 美国这100个参议员啊 参议员 众议员有400多个啊 我记得像453还是435 参议员这100个啊 你看那些XXN写什么 说这个北京逼迫台湾打大陆的疫苗 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在台湾你想打国药科兴还打不到 没有没这个货啊 美国的主流媒体就给你睁眼说下话说 北京逼迫台湾要打大陆的疫苗 白宫的发言人莎琪说 他那个英文是英文单字是什么 Cut off 北京切断了台湾的疫苗切切你的头啊 莫德纳会没来是 莫德纳到底是哪里的药厂啊 我绝对反对黄伟瀚讲的 蔡总统太厉害 我觉得不是蔡总统太厉害 是太叉叉 美国摆了名跟你跟你说谎 从美国的白宫到美国的参议员 到美国的主流媒体是配合的蔡政府在说谎 我们就一直被洗脑 疫苗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在野党立委 除了把华市总经理拉掉之外 到现在看不到高端的合约 也看不到莫德纳的合约 什么都看不到 那你设那个疫苗调义小组是在 好 谢谢大家捧场 不要忘了礼拜五 我们要抽奖 拜拜 我们就开工 十分钟 一会儿 我来给你 加工 赵 还 快 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